三年以來沒收入 直接開支 當時就出現了很多年輕人 有跳樓的 也跳糊的 基層政府 它跟老百姓之間 有時候矛盾是比較大的 直接面對民眾 當權力被高度垂斷以後 這個壟斷權力的階層 一定用這個權力進行各種利益的行動 我們不先提起這個共產黨 都是搖眼堅持的那種 沒有廢棄不能當村租書 這已經超越了很多人的想像 北京 我們說中國超級富翁 是最多的一個城市 它是不是偶然的 因為權力最大的也在北京 這個已經安排的公務員 也是超變了三倍 四倍 五倍 甚至十倍 它不是靠制度維持 它是靠關係維持的 習近平現在所有的政策 最核心的就是個人衣服 就是說在中國 你就不跟他同一個合物 你不叫同名裝 他會把你當成衣類 觀看完整內容 請點擊視頻下方鏈接 訂閱乾淨世界網站 精英論壇頻道 精英論壇每週六 乾淨世界獨家播出 歡迎關注和支持